之前在做Fender这支Lighter转3.5mm转插时 很多朋友都在留言问 会否有Android的版本、Type-C版本 当时我已预告过会做Type-C转3.5mm的产品 而那款产品就是这支 Zuno Stellar 一个香港牌子出的转插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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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3.5mm 转插 大家好,我是艾比, 欢迎来到FenderSound.com 正式开箱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评测及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FenderSound.com 的YouTube频道 赞订我们Facebook 和追踪我们的IG Stella 这次是更新鲜 直接是一支充电器的USB Type-C 转3.5mm 转插 类似我们常见的Lightning 转3.5mm 但它是主要针对的市场 例如用Mac机的朋友 或者用Android 电话的朋友 这支Stella 最特别的地方是使用ESSDAC 然后是一支Type-C 转3.5mm 支援的解码是PCM 最高达到340kHz 然后DSD 转到5.6mm 除此之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支有几个版本 而我手上这支支援MQA 解码 MQA 解码是用了Render 即不是Decoder 是第二级MQA 产品 USB Audio 和Card C 解码 支援Android、iOS和Mac OS 以至Windows 都可以直接插进去 第一代是大头转3.5mm的头 当时的主力是用来接码电脑 因为那时是CAS 比较主流的时代 第二款产品是一支很小的 大约只有这一支变葵式的USB DAC 那支DAC应该要接码USB线 随机附送了三条USB线 让你接码USB DAC 然后也是3.5mm 现在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 来到今次Stella 完全类似现在Fender这支 Lightning转3.5mm 不过它是一支Type-C 转3.5mm的转插 正面有ZULO 牌子的标志 后面是MQA 版本 印上MQA 还有信号标示灯 输入不同的信号 例如是Hi-Res Audio Lossless 以至MQA 有不同颜色的标示 其实造工中间这条线 也有尼龙的网 挺实际的 而且它是碳灰式的机身 我觉得挺帅 另外方便大家用传统USB的电脑朋友 可以直接把Type-C插进去 是一个USB Type-C插进去大USB Type-A弓头 可以直接拨电脑 说明书 也讲究竟那盏灯的标示 在使用什么信号 会有什么颜色 有三种颜色 蓝色、红色和紫色 蓝色是48kHz以下的信号 会用蓝色标示 红色是48kHz以上 调到紫色,就是在播放MQA Streaming 或MQA File时 它会用蓝色的标示 刚刚提过 这支Stella有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分别是什么呢? MQA 这版本用的是ESS 9281 Pro DAC 而普通版本是ESS 9270C 因为针对MQA解码而用 所以两个DAC有点不同 然后输出功能方面 刚刚因为盒子没有这个规格 在这里有写 左右声道各自有32MW的输出功率 开箱大致说到这里 因为这支可以在电脑用也行 在Android电话用也行 但在Android电话上,如果要播放MQA 或者你要听Hi-Res Audio 是需要一些专用的App或设定的 所以现在容许我有点示范 用Android电话如何玩尽这支Stella 现在先去片段看看 第一个功能就是直插之后 无论你在看YouTube影片 或是打电机、听歌 其实应该全部能出声 以及电话的实体音量都可以控制到音量 这是最基本的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升级一点 你可以当它是一个USB解码 即是原生可以做到Beat Perfect 买了之后 其实你跳入App 它就会立即辨认到这支Stella 究竟支援什么解码 你就会立即认到 这个Wave 档本身是一个96kHz的Wave 解码之后 你会看到是PCM96kHz 这样的代表 不会经过Android 本身一些取样率的转换 原生可以 96kHz就转96kHz 44.1kHz就转44.1kHz 88.2kHz就转88.2kHz 原汁原味就由Stella去做解码 来到第三点最重要 就是Stella本身是支援MQA解码 究竟如何玩MQA在Android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 Title本身已经支持MQA 但你不可以用Title原装的App 去玩MQA解码 它也是会做Android 48kHz 的sampling rate 转换 去输出 不够原汁原味 为什么要玩原汁原味呢 在这情况下 就需要用USB Audio Pay-Up Pro 这个App 本身这个App要比善 同时间 其实还要买多一个MQA回放 你才可以做到 在Android配合Stella 原新做MQA解码 在这个App里面 就会看到MQA回放 之后付钱 便可以买到这个 在这个状态之下 买了所有App和Pubin之后 其实它是可以支援你的电话里面 储存的MQA file 亦都可以支援Title提供的MQA streaming 例如我现在有些内容放在电话里面 里面当中也包括了有MQA的内容 其实这个App里面 立即已经认到 你会看到在Cover Art 右下角是会有MQA的标志 也代表这些Album里面 全部都是MQA的档案 现在可以选一首歌来示范一下 在这个状态之下 就看到MQA的最大的优势 就是 原本这个Final Encode 就是一个24bit 44.1 透过Stella 之后 解码出来 你就会看到MQA 88.2kHz的解码 即是将原本的录音室 用HIRES AUDIO录 然后再做MQA Encode 透过Stella 就可以爆出来 可以做一个比美Studio的声音的表现 在USB AUDIO PRO 这个App里面 可以直接Lock In Lock In Lock In 之后 你就会看到 它就有一个分类是MQA的 的Album 按进去之后 再选择 你会看到 它原生是24bit96kHz的MQA 解码完之后 都可以保持到24bit96kHz的解码 所以 无论是在播放电话里的 或是Title的MQA 这支Stella 都可以做到一个Native解码 除了HIRES AUDIO之外 连MQA也玩了 好 这支Stella的设定 和App上使用的示范 就说到这里了 现在再分享一下 我对这支Stella 配合我自己的3.5mm耳机时的声音表现 究竟效果是怎样 第一件事,想谈谈它的驱动能力 官方公布 它有2V RMS 输出 实际试用后 觉得中高阶的多单元耳机 其实配搭之下 表现是可以的 真的推得挺好的 所以 如果使用不是极度难推的入耳式耳机 这支转插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究竟对比G7直推的时候 大家都是ESX 表现的分野在哪? 第一件事 是觉得整体的声音更迷身 立体感更好 音场的阔度、整体的动态 以Stella推出来更理想 所以虽然我的手机有来自DAC 但我也会觉得 如果使用还有3.5mm的耳机 这支转插也是值得大家考虑一下 之后要谈谈它支援MQA方面 它原生是可以解释MQA的材料 以及可以流行MQA 我拿了Title Title同时提供Lossless 以及有些歌曲 提供Lossless和MQA的版本 比较之下在Stella解码之后的声音 我会觉得MQA的版本 明显的细节密度和线条的扎实程度 都比Lossless的版本更好 整体的线条更圆滑 更有立体感 这个分野挺明显的 所以在Stella的MQA解码 我觉得不止Gimic那么简单 而是真正听到听感上 是可闻的提升 当然你亦需要有MQA的资源 例如MQA的CD写出来的档案 甚至你有订阅Title才能享受这个优势 但对比真正的DAP 始终电话配合这些转插 受制于硬件的运作 会有声音影响 或其他干扰影响声音的发挥 我觉得声音的透明程度和背景的宁静程度 Stella配合了电话后 始终未能及得上正规的DAP 但若不是很想经常带着两部机器 这方案是很容易听听 又可以享受到一定程度的优质声音表现的组合 这次的转插评测就说到这里 终究来拍片的朋友给个like 还未订阅我的频道 按订阅后 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便会通知大家 其实在去年年底 大家便知道Zulu 会推出Stella 那时也很期待可以一试 因为我跟了Zulu 的产品 由它第一代到现在都有使用 这次的Formfactor 我自己很喜欢 再加上它支援MQA 大家想试试MQA究竟魅力在哪里 这可能是最简单又最入门的方案 大家不妨正式试试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